好消息好消息 陷阱大师三技能 矿工三技能终于补齐了 大家好 我是一年三不六数 五天都坚持攻心的攻略up主 游戏沾玩家 近期元气骑士圈内 真可为是喜事不断 严有新职业 皮套王子闪亮登场 后有两大职业的全新三技能 正式上线 关于皮套王子的职业强度 咱们已经在往期视频中 为大家详细解析过 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往前翻一下 本期就不再重复叙述了 至于矿工和陷阱大师的全新三技能 虽然就是我们本期将要解析的重头戏了 那么闲话少许 咱们马上一起 分析一下它的技能效果和实战强度吧 首先是矿工的杀虫来袭 从技能解析中 大家可以了解到 矿工开启技能后 会在区内召唤大范围的杀虫协助攻击 而且期间玩家可以走动 可以攻击 只要蓝量足够 不手动关闭 那么这些杀虫可以持续给我们提供 稳定的辅助攻击 而且大家可不要小看这种攻击方式 当然矿工三技能威力可不止如此 他还能向一技能引用于特殊属性加持 只不过和地理行动不同的是 前者是地形增益 而后者嘛 等你击败第二关BOSS溶洞冰虫 第三关BOSS火山杀虫之后 就知道凉屋究竟为你准备了哪些意外的惊喜了 矿工三技能的解锁方式 蓝臂解锁 接下来是陷阱大师的新技能 帽子戏法 我一直很习惯的将它叫成魔术师 也曾经有不扯小伴给我救助 但是 但是 帽子老翟的叫法并没有错误 一技能摇晃扎达 二技能大扁活人 三技能帽子戏法 你说他不是魔术师 难道是魔法师吗 帽子戏法的技能效果是 按下技能键召唤一堆鸽子协中攻击 但是这些鸽子的伤害嘛 实在是不敢攻击 所幸他们拥有鸽挡弹雨 防御资深能力 能力貌似也不算太弱 当这项技能提升至满集后 释放技能的时候 便会召唤一个大鸽 正坚引爆对大范围内的目标 找出伤害 而且当小伙伴们按住技能键的时候 还可以操动鸽子 发动攻击 但由于这项技能的伤害 出发风势 实在是很迷 既有一点的火焰伤害 还有二点的爆炸伤害 所以老翟对他的强度 不敢往下结论 因为他的一二技能 都存在相当的缺陷 所以陷阱大师 能否靠三技能翻身 老翟心里也没有底 还是将期望寄托于 全新版本上线吧 老翟会对他进行 更加详细的深度解析的 帽子切法节奏方式 为课金 当米胜就是 矿工和陷阱大师的 两大全新技能 评论前的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他的实力如何呢 你更青睐于哪一位呢 请赞相关讨论区 写下你的想法建议吧 最后老人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既然矿工和陷阱大师 技能不齐了 还有谁的技能 依旧是缺少的呢 请赞讨论区 留下你的答案吧 新内容就先到这里吧 我是元祭骑士攻略UP主 游戏 战略家 订阅赞加关注 咱们明天老时间 不就不三